前段时间我讲了HSKK的应试技巧 然后很多学生都来咨询我比较具体的一些方法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HSKK终极的看图说话 Hello大家好我是陶老师来自缅甸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想学好汉语 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也在这里分享一些关于语言点语法的讲解 学习技巧策略等等等等 所以记得subscribe然后打开通知 这样你就会及时收到我的每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主要会从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是提醒和特点 第二是考点和难点 第三是应试策略和技巧 首先我们来看看HSKK终极看图说话的题型 在视卷上有两道题 每一道题都有一幅图片 考生准备以后口头描述图片内容 看过往年整体的同学会发现 这道题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而且每一幅图片都有故事性 所以这个部分为使用汉语中复杂的句型 展示丰富的词汇提供了空间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可以分成三个档词 分别是高中低 高档一般是考生的回答和图片内容符合 然后挺顿重复较少 中档一般是考生的回答和图片基本文合 挺顿重复语言点错误比较多 最后低档吧 考生的内容和图片基本不符合 然后信心量比较少 而且比较混乱 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像 怎么说 像这样的停顿尽量不要太多 但是必要的时候加上一些适当的停顿 也可以大大的加分哦 比如 他感觉好像爱上了他 好 现在是第二个部分 看图说话的好点和难点 在正式录音之前 我们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 不过 这个十分钟是用来准备看图说话和回答问题 所以平均下来 每一道题只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这短短的两分钟里面 我们要观察图片 获取信息 然后完成表达前的构思 可见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考生容易犯下面的错误 第一 考生不了解 试题 他们不知道这个部分重点考什么 所以也不知道从哪下手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一般会比较随意 不能发挥自己平时该有的口语水平 第二 信息点不全面 考生只发现图片中的某一些内容 比如说这张照片 他只看见一位女士 撑开伞 然后再打车 但是并没有观察到 这位女士脸上的表情 非常着急的表情 第三是 表达过于简单 比如这个 男的给女的送礼物 女的正在打车 你看非常的简单 第四 没有记录下来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在线下考试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写一些关键词 写一些容易忘记的词 不过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是线上考试 所以没有办法 好 以上是在准备的过程中 要注意的地方 在具体的表达当中 有些地方我们也需要去注意 第一 事件描述要完整 这个跟上面所说的信息点不全面 差不多 在考的时候你要说清楚它的重点的内容 考试的时候没有重要的信息 这样你的分数可能不太会理想 第二要有成端表达 学生到了中级阶段 单句表达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让他说出完整的一段话 并非一时 如果不能成端表达 会给人留下那种表达不连贯的印象 第三避免一些过于简单的句子 到了中级阶段 我们应该要会使用一些 中级阶段该会用的句型 像把字句啊 被字句啊 监狱记啊 等等复杂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会有一些 就也才等虚词的句子 如果不会使用一些比较复杂的句子 那么你的表达会听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 第四 是词汇量不够丰富 到了中级阶段 我们也要会一些中级阶段该学会的词汇 像惊喜 兴奋等词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用高兴这个词来代替 在整段表达中 所有的地方都用了同样的声词 同样的动词 那么这个可能会互分的哦 在平时大家要积累一些词汇量 而且也要运用一些词汇量 这样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才能从容的运用 OK 最后一个部分是 应试技巧和策略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视频里面也说过 应试技巧和策略 如果大家忘了或者是还没看的同学 大家可以点开这个链接 可以看看 想考好看读说话 一定要会讲故事 想讲好故事 也要注意六个点 它们是 人物 时间 地点 事情的起因 事情的过程 事情的结果 除此之外 避免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句子 然后我们也要学会 成段的表达 要有完整的段落 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了 不过我给大家留个作业怎么样 请看图片 然后大家限时两分钟 看看你们怎么说 大家可以把自己口头的内容 整理成文字 在评论区里面发言 或者是 你也可以直接发语音给我 好吗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再见